那我们是应该先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灼毒 李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灼毒它指的到底是什么 灼毒是我们通过50多年的临创实践 在几层中医理论的基础上 根据时代人类疾病铺的变化 的一个创新理论 在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跟一个医院的老化工 煮的一个小平方里头 这个老化工50多岁了 有满行自弃而言 所以他在他的窗前 放了一个垃圾桶 他一磕的时候 在炭就涂在垃圾桶里头 到了夏天 苍蝇蚊子臭虫整个 这有点崩溃 对的 过了两天 我们就把他这个垃圾桶 大碎干净 纳在院外 这样这个屋子的 明显的苍蚊子臭虫 就减少了 我们就想 现在当代的人呢 这个得病的人很多 洗肤病毒就像到于 窗里蚊子 任体呢 就像到于这个污子 所以 为什么这洗肤病毒 老清凡任体 让人得病呢 就是因为 你这个任体那样 有的濁度了 就有垃圾了 所以我们把一切 对人体健康优害的物质 就不干净的东西 以及人的不良情绪 通称为作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